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支持之下 也有获得一些关键性的胜利 包括像是独更法四月要修法 包括像是之前 那个违线审查 的确独更法有一部分违线 虽然不是最关键的部分 但至少独更法它的确要修法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胜利是 我们社会借款行动 终于真正的获得了成功 因为社会借款高达1700多万 这是一个建商绝对付得出来 但是整名绝对付不出来的数字 但是在社会的支持底下 我们真的成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是小年夜的晨一天 然后整个过年 我们在这过年之中 是互相完全不敢跟对方联络 因为完全不知道 新年快乐这四个字要怎么说 7年的1.29号农历前 竟然法官给我判 我们要担保 其实只要扣一样 1756万 这个部分让我们完全崩溃 我想说这个大概又不能晚了 会被他们吃定 因为法院的部分 就是要逼我们救换 幸好这个联盟的朋友 他们一直想尽办法说 一定有解破的方式 结果他们跟律师那边来商讨了以后 包括我们王家人也商讨了以后 那就是向各位 社会大众的一个借贷 谈出居住权马拉松 这句话开始 其实是2012年3月28号强拆之后 人民面对这些 无限上纲的发展主义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居住权 然后这1756万元里面 可能比较受瞩目的是 其中有两笔是相对大额的借款 但是除了这两笔以外 其实有高达400多万元 都是透过从100块开始 到一两万的这些小额 从11块钱开始 然后到一两万的这些小额的借款 累积出来的 那所以这里面累积的总共 讲了590几个 我们统计过是590几个个人跟团体 接下来到4月25号之前 立法院现在正在解罗密鼓的修法 然后我们看到说 现在各个地方 各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每个都推出自己的都更的牛肉政策 但是这些牛肉政策都只是在讲 要求效率 要求快 要求快 但是并没有讲说 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待 人民的居住权跟环境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 透过这个民意 他其实不只是在帮助 王家在挡第二度的强拆 这也是要让这个争议的个案 多一次机会 让这里面的所有居民 不管是已经签约同意户 或者是预售屋的住户 也或者是先前已经被迫搬走的十几户 根本回不来的 没有资格回来的这些文灵院的原住户 还包括王家 全部都是这些制度底下 粗糙制度底下的受害者 那我们不认为 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要继续看着 这些弱弱相残 欲放相争的情况 继续发展下去 在行政诉讼的一个方面 我们所面临的 原来我们很幼稚啊 一直以为说 在法院的话 会能够给我们公平的一个审判 发觉法院真的不是我们 一般老百姓能够 一般老百姓能够去 他来帮助我们平衡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家族 除了行政诉讼以外 还有当初在现场的一个 进入到我们家园的土地的时候 被他们送到法院 把我们起诉 所以到现在为止 家属还有被判刑的 完刑两年的 还有正在3月4号要判决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一个很理解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法院真的是有钱的人玩得及 没有钱的就是一个输家 这是我一路走过来 我感觉1月22号的时候 我在自由广场的时候 听到了以后我这傻眼了 竟然有这么多社会的人间温暖 来帮助我们王家要来打这一关 所以让我们又撑起这个 虽然是我们个案 但是我认为在社会团体来讲 这不是一个个案 是一个通案 因为他就是拿我们家来开刀了以后 要让这个都市更新啊 后面有一部分的话 没有办法的就是被破坏 跟我们走路线一样 所以我们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一直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步 现在政府对都市更新的态度 有一种就是他们想要藉由这个案例 把所有的都庚案 以后都推向民事的官司去 只要政府核定了以后 建山就有权 那变成是你住在那边的便没有权 今天这个案子告诉我们 我们政府他现在想要走的是 就算行政机关市长不敢猜 他也可以叫法院来猜 那王家难道命令两次强猜 这是我们大家所不能接受的 那在修法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当初修法的初衷 是因为36条强猜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看到修法的版本 现在立法院里面有20个版本 只有两个版本是认为强猜 强猜是必须要废除掉的 这件事情是让我们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接下来去关注 立法院怎么修这个都市更新条例 因为它有很可能 是在4月26号 在都市更新条例违宪的期限之前 用表决的方式 强行让强猜条款过关 我告诉各位 现在强猜条款改成什么样子 现在强猜条款改成行政院版的 跟大多数的版本改成是 拆除 拆除前有一个协调 那个协调其实只是把台北市政府的 内部的协调会议拿出来用而已 它只要协调两次叫调除 那调除什么呢? 调除你什么时候搬 你还是没有拒绝的权利 你还是没有不参与的权利 只有调除你什么时候要搬 什么时候要走 这样子而已 调除的结果 然后可以送到法院去 然后由法院来拆 那由法院来拆之前 可以先行断水断电断瓦斯封闭工地 我觉得现在都市更新条例的修法 是已经到走火入魔到一个程度 这户其实是刚刚那个 永春洪文山先生他们那边的社区 有一个集合住宅 那其实都更的程度还没有跑完的 那个进度还没有跑完 还没核定之前 这些邻居只要一签同意 就被迫就是要先搬走 然后当然建商会承诺说 可能会给他们租金补贴或怎么样 那这是依照不同的事业来决定 那这个图是这样 就是说当中间还有人住 还认为说是他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觉得程序非常有问题的时候 邻居都搬走了 每搬走一户就打掉一户 每搬走一户就打掉一户 到最后就只剩下中间这一户 独自在就是会漏水的房子里面 住了一年多 然后他们到最后被逼走的原因是什么 同样在2012年3月28号 就是王家要强拆的那前夕 所以他们家收到了民事法庭那边 判说他们应该要付出 一千三百多万的高额的民事担保金 才能够党 党 法院来强拆他们家 然后但是他们家的经济状况相当的弱势 根本看到那数字傻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一方面在 为了就是王家被当成指标 就是要杀鸡警猴的案子在焦灼当中 可是另一方面完全无力去拯救他们家的情况 没有办法提供任何一点协助 那他们到他们到最后他们跟我们说 他们其实非常非常想要一起就是在那边住到最后 抵抗到最后但是没有办法被迫搬离 所以就对我们来说两年后 因为这个案子它累积到了足够的社会关注 我们不希望这样子的悲剧会 二度三度四度不断的重演 所以今天其实